大家互相聊天之間的尊重存在 或者有些人吵架時的狀態是怎樣吵架 另一種就是不理睬你 瞄視你 當你隱形 另一種情況就是我們叫Defense 即是建一個場 大家在這場上有Defense 大家可能在某間就不說話 大家不要交流 有些事情就是你有理由我 這些狀態當然有幾個 這些狀態如果存在的話 離婚的機會是很高的 當然這個是西方 但很有趣 中國人可能有很多個案 就是不一定是這樣的 有些夫婦我見過十年、十五年不說話 死了都不送笨 帶住那間人 很有趣 這就是所謂的文化的詫異 這是中國人和中國人的社會 剛才所說 關係可以建立 如果吵架也有吵架的文化 吵架的方式 而令到關係更進一步 所以其實真的要學一下 有些事情給大家多些分量 不要收紋 對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